超商飲料玲瓏滿目 不過滿滿一整排竟然藏大地雷 營養士零碗平公開超商熱量 含糖量的地獄排行榜 小丑一杯米漿等於11包糖 乳酸減糖飲大約16包糖 第一名的原味乳酸飲料 等於將近20包糖 不過成人每日添加糖 攝取應該低於50公克 以第一名為例 喝一瓶就超標 因為他們要壓住酸味 所以需要添加更多的糖 可是大部分的人 卻會因為這樣 不小心吃下過多的糖 常見的水果含糖量 竟然也高得驚人 開航出爐每100公克的葡萄 骨苔含量就有8.1克 水裡含有6.2克 蘋果則是有5.9克 不過水果含有纖維水分 能夠減緩糖分吸收 讓他們不會一下子湧進手腸 若是吃太多 則會超過身體能處理的量 還會引起脂肪肝及糖尿病 我一般有些人喜歡 把它打成果汁 其實這個氣壓質更高 它那個血糖瞬間就會飆高 有些水果其實可以連皮一起吃 那如果加起來以後 它的糖溫也不會那麼高 人一天攝取多少量 可利用體重乘以0.5公克的公式 來計算 以體重60公斤為例 每天攝取不超過30克的果糖 就沒問題 相當於兩顆網球大的水果 掌握好份量 避免吃水果吃到傷身 記者 宇盛行 郭宇軒 台北參謀報導 極了 原作人 抱貌 你想怎麼想 就想讓你 уп充